剛剛我們體驗過第一種方式之後 當然它有缺點 就是如果你沒有一筆畫完成 或是你對這個不熟悉的 可能你用那種方式就比較麻煩 第二個它有一個小缺點 它有改好不好改 就是改那個筆的部分路徑不好改 這個你基本上就重來嘛 那第二種方式呢 可以改善一下 因為每一筆都是獨立的 這個呢比較接近各位在用Poloshop的筆刷 那種概念 那一樣的我們先看一下 在這裡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子按下去筆 是一樣寫出來 對不對一樣可以寫出來 那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也可以做這種形狀的漸變 有點像我們上次 用的AE內建的那個下尿工具 也就是它也可以做這一塊 那一樣的這裡有一個學習重點 你可以把它打開 那我們的方理檔案 這裡也有準備好的 我們就可以把它 在瀏覽器這邊把它下載一下 好下載下來了 這裡我們基本上會用那個濾鏡 可是你不需要特別用 為什麼 因為當你用了筆刷 它就會自動幫你產生這個筆刷的濾鏡 所以你也不需要特別去增加 當你用了它就會自動跑出來 還有它也可以像這樣 就是兼具這個屬性 比較特殊 你如果希望那個慢慢的變成什麼形狀的 這也很特殊 可以做成類似這樣的動畫 那教材的部分這個我們已經會了 對不對 你以前有學過AE內建單 這之前我們也學會了 所以我這裡就不講 這是把它轉換成AE內建的向量圖形 好 那麻煩各位 你把我們的這個學習重點打開之後 也把這個 解壓縮一下 第二種 第二種 按右鍵 解壓縮致詞 現在呢 你一樣可以把這個打開 這裡我就不存了 先了解一下 這樣子拉出來 對不對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這裡 筆畫簽名的在這邊 打開 特效 paint 有沒有 這裡有三個筆畫 那你可以針對這三個筆畫 去做動畫 所以我們剛剛講的 現在用的第二種方式 它的好處就是 萬一這個筆畫 我覺得不滿意 你可以把這裡刪掉 我可以重來 也可以很方便的去調整它寫字的速度 就是可編輯性會比較高一點 這就看各位 所以麻煩各位 你可以先打開一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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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獎 Verd